在新北市三峡有个小草书屋 每天总有几十个国中国小的孩子 在放学之后来报道 但这里不是补习班 而是一个三峡在地年轻人林俊成 为家庭失能的高度关怀学童所打造的家 来到小草书屋的学童 有的家庭贫困 有的单亲、失亲、隔代教养 或有严重情绪障碍 他们不止课业落后 也欠缺基本的生活能力 所以来自各地的老师、志工 不但是义务教这些孩子课业、才艺 甚至免费提供晚餐 给孩子照顾、关心和陪伴 这些原本大人们属于照顾的小草 能否因此获得成长茁壮的养分呢 孩子们有的敲锣、有的打拔 跟着老师的指挥练习北管演奏 虽然节奏凌乱、沙漢之下倒也架势十足 这里是位于新北市三峡的小草书屋 2015年由甘热文创的创办人林俊成催生 和三峡地区九所国中小学合作 让家庭失能的高度关怀学童 在下课后能有人知识陪伴 创立书屋的初衷是希望避免孩子走偏 而让孩子们学习北管也是出于相同的原因 当时其实要有北管学北管 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孩子 很喜欢去这些参加这些镇头 可是他们去参加这些镇头到街上去 跟人家在绕境再走 然后觉得他很威风 他有成就感 因为大家的目光都在他身上 可是常常孩子去是学到了抽烟吃槟榔 然后有人就刺青回来了 孩子放学后来到书屋 老师仔细检查作业是否完成 接着简单用餐后 就开始晚间的课后辅导 请不敬意到楼上一看 谢谢 来 这二年级我们就学过 所以我们先读书 二年级 好 二年级 好 来看一下 今天的标题是什么 念一下 立体圆形 啊 立体圖形 立体圖形 好 立体圖形 因为学习进度落后 五年级的孩子要从二年级的科目 重新打基础 另一头志工们一对一教学 却可以看到孩子们正在耍赖 而孩子们耍赖或打闹 其实都是希望得到关注 他就希望你可以注意到他 对 这边的孩子 因为可能有的家庭的孩子 他们数量是很多的 不见得每个都可以收到家人的关注 撇开课业不说 许多来到书屋的孩子们 因为家庭失能 就连基本的生活能力也都没有 老师得从头交情 蛮多孩子都有一些身体脏乱的问题 脏乱 对 可能棚头购面啊 或是夏天穿冬衣 冬天穿夏衣的这些状况发生 那有一次带着一个孩子洗脸 他说 他五年级 他说这是他 这辈子第一次洗脸 像我们上次有一堂课就是整理书包 其实上学期的事情了 书包打开 有的就是果皮啊垃圾全部塞在里面 有妈的孩子像个宝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在小草书屋有单亲 隔代教养或家长入间的孩子 老师们代替爸爸妈妈照顾小草 而孩子们也把老师当成家人 他们会直接喊老师的名字 而看到俊哥就像看到爸爸一样 闷热的天气 孩子靠在背上也不以为意 孩子们打闹哭泣 林俊成耐心安抚 像慈父一般抱着孩子 我觉得陪伴孩子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让他知道 他其实是被关心的 那这样子的互动有时候是在家里面 比较少 能够给孩子的 或者是他从小没有感受到这样的温暖 之所以能够感同身受 事实上是因为俊哥 自己从小也缺乏父爱 从小学开始 父亲因为事业不顺 经常酗酒 回到家就对老婆小孩动粗 在林俊成身上留下很深的阴影 我妈妈就是被扯头发 被打 那我那次就很难过也很气愤 我就冲到厨房 我是说真的 我冲到厨房 我就拿了一把刀藏在背后 那还好后来就是一个大人 就是有长辈出来自职 所以这件事这件悲剧才没有发生 因为这样的家庭背景 高中毕业后 林俊成大学只念了一学期就休学了 对因为家里面经济上面 其实是有压力的 一样是学习 就是进到职场去学习 那进到职场去 我觉得也很幸运 那时候就跟到顺哥 然后开始做节目的工作 来路五四三二 安娘 啊 不痛 大家说得有道理 我们不要再扮上亲 是我做生做什么 他对我非常的照顾 也在我当兵的时候 都没有家人来会客的情况下 他出现在营区来看我 那对我来讲 不管是心里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支持跟安慰 我觉得身边是有人在关心我的 让他知道是有人在关心自己的 许孝顺是林俊成 生命中的重要贵人 而顺哥的做事态度 也影响了俊哥带领孩子的方式 他平常也不会告诉你说 事情该怎么做 该怎么样 该怎么样 他其实他就是一个榜样 然后他就做给你看 所以 我跟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 我常常就是做给他们看 就是所有的工作 我就是做给你看 那这样的做法就是我们里面呢 已经把昆布跟柴鱼 放到味噌里面做第二次的腌制 这里是青草职能学院的豆腐店 卖豆浆也卖豆花 林俊成安排书屋的国高中孩子 假日来店里实习 前场的点货 收银 制作餐点 到上餐 都有孩子们亲自上阵 林俊成高中毕业 就出社会学习 同样的 他也认为孩子 未必要会念书 那有一些孩子 其实在课业上 本来就比较没成就的 我觉得就不需要 一直在课业上要求 你一定要考多好的成绩 要做多少的努力 有没有可能有另外一个方向 另外一个选择 让孩子在工作 或者是在其他场域的学习 也可以看到自己的成就 再来第二圈 再来哦 第三圈 准备慢慢收 不要急 收 他是许俊宇 今年八年级 个头壮硕 看起来相当稳重 工作起来 一点也不马虎 但其实几年前来到小草书屋时 有严重情绪障碍的许俊宇 是一颗不定时炸弹 许俊宇的父亲担任保全 妈妈是新住民 每天从清晨五六点 就在市场摆摊卖锅贴 下午改卖果汁 先炒茶 一直忙到深夜才收摊 谈到儿子的情绪问题 妈妈满事无奈 像他在国小四年级的时候 生气起来 整个桌子全部都写掉了 其实小朋友有些是很 很好心的提醒他 就是说 哎你赶快作业完成啦 作业都没写 或者是说 啊徐俊宇你自写的好丑喔 就这样子一句 就可以激怒他了 孩子有情绪障碍 在学校不止课业落后 也没有朋友 许俊宇放学后 回到妈妈的摊子 妈妈工作忙 往往也只能用 打骂的方式管教 小嫂书屋成立后 俊哥建议许妈妈 让俊宇放学后 到书屋写作业 而许俊宇刚到书屋时 同样也会情绪爆炸 只要他一情绪来了 你就得要陪他 要等他要处理 那不能够就让这件事情就过了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 很好的学习的时间 很好的一个机会点 因为他生气的时候哭的时候 是大家很讨厌他的时候 然后我就用手机 让他自拍 看他自己生气的样子 然后他看到自己那个样子 就会比较冷静下来 等他气完了 再跟他谈说你 我刚刚为什么生气 遇到什么状况 难道没有别的处理方式吗 用耐心和技巧慢慢开导 书屋的老师 也努力让许俊宇建立自信 融入群体生活 其中影响许俊宇最大的 就是单车环岛 我们努力的让这个孩子 在这个群体当中 能够开始有他的位置 比方说在做体能训练的时候 我们就故意要俊宇出来 带坐操 那大家就必须得听俊宇的指令 因为俊宇其实就胖胖的嘛 那其实他运动的状 运动的项目不是这么的好 那骑车的时候有人骑很慢 常常要落队 那他常常就是哭啊 可是哭也没办法 那团队的同学就会安慰他 那团队跟他之间的感情 也越来越紧密 他的自信心完全就不一样 他认为他自己可以做到 他认为他是靠着自己的努力 去完成了这一次的脚踏车环岛 所以他那一次带着金牌回来 那个奖牌啊 挖在那边 除了洗澡拿下来 连洗澡都挂着 许俊宇逐渐有了自信 也越来越稳重 从小草书到青草职能学院 林俊宇带着像许俊宇这样的孩子们 在店里实习 也让他们在三峡的在地师傅带领下 学习皮革木雕等技术 而这些连结是林俊宇的长期耕耘 也来自他对青年返乡的反思 2006年为了接手阿公的肥皂工厂 林俊宇离开五光十色的电视圈 返回故乡三峡 因为过去做行脚节目 总会找寻在地特色 林俊宇才发现 自己其实对故乡非常陌生 为了让三峡的传统记忆能够传承 林俊宇创立甘乐文创 重新包装传统文化 透过小旅行体验课程 让游客能够认识三峡的蓝染 木雕这些传统记忆 也将职人带进三峡的国中小学 2017年成立了清草职能学院 延续小草书屋的陪伴 而背后还有着林俊宇更大的愿景 我们常常在讲说青年返乡 可是我觉得这中间有问题 为什么我们都是在教育的时候 不断的把孩子教得很好 然后要他离开 所以我们认为说 在社区里面应该要 开始提供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训练 所以在职能学院里头 我们的孩子如果学了木雕 他以后除了庙宇的修复之外 他还有这样的技术 而后来还可以交给 未来的学生 未来的孩子 好 现在伸出你的左手 像是有一个人要给你东西 伸出你的左手 把叶子放上去 我们采访的时间是端午节的前一周 这天下午林俊宇带着孩子们一起包种过节 折种叶放进馅料 孩子们玩得无意乐乎 其实像逢年过节 我们就在书啊 就过年的时候会一起围炉啊 吃年夜饭啊 大家一起下厨啊 那其实在建立一种 家庭的感觉 因为很多孩子在家里面 是不会过节的 他也不会跟家里面的人一起包肉粽 吃肉粽 所以小草书屋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客服机构 并不是一个安亲班 而是一个孩子的避风港 孩子的家 传承传统文化 也拉拔家庭失能的孩子 林俊成用他的创意和耐心 延续在地香火 未来他也希望小草书屋的模式 能够推广到台湾更多的角落